信神信鬼唯一比較清淨一點 當年在道家的全真派比較正統一點 反而全真教是說鬼之類的嗎? 少那麼多蠟雜的東西 它不是那些天師道 即不是說符水、作法之類的 全真教也有醫術 但在全真教說故事歷史 由王重陽之後 在中國最有威望的就是邱柱雞 邱柱雞就是邱柱雞 邱柱雞就是邱柱雞照他 走了三萬多公里 去到阿富汗那裏見成吉思汗 是啊 有傳真 有傳真 西行機 由山東文登 走到阿富汗 你想想看幾多 走路 沒有啊 成吉思汗派了一隊人來接他去 大家一起走 其實三萬多公里 去到阿富汗跟成吉思汗會面 但邱柱雞最聞名 他感動了成吉思汗下了一個止殺令 這個令救了很多人 救了很多人 下了成吉思汗下了一個止殺令 由今天開始 不准再殺人 不准再殺生命 還有他賜了一個金符給邱柱雞 即是見到這個金符令 等於成吉思汗在那裏 他就行使了這個金符令 救了幾萬人的邱柱雞 另外有一個 他在見到成吉思汗的期間 這個提醒大家 就是講回我們以前的人 教一些人老實 因為成吉思汗找他 目的就是求長生不老的 變成吉思汗的時候 他問他有沒有長生不老的 帶來 他說沒有 沒有 沒有老實 那整件事我助手 他已經發浪漫 但整件事我介意了 這個人不能鬥 這個人他老實 變成他尊重他 因為你有就沒有 有就有就沒有 就沒有 就不要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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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騙了 他沒有長生不老的藥 但我有養生之道 就搞了成吉思汗 就搞了他一個指殺令出來 還有他感動了成吉思汗 是班斯回朝 停止再打一個 我忘了那個成 叫什麼 不太記得了 那段歷史 因為那個名字很難管的 不是不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套電影 他的電影就是指殺令 哦 就是講成吉思汗 和有儲基這段歷史 他們全新派都不錯 他盜行天下 德化萬物 衝行這個守陣 有儲基親身做到 做到的 做到的 那大家可以有機會 看這套電影 指殺令 值得欣賞一下 成吉思汗 和邱樹基的緣分 怎樣交手 有網友 我看過這套電影 你說起我